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今年2月 爆出他二婚消息后 黄品源终于在近日曝光婚礼照 让大家一睹俄罗斯妻子穿婚纱的绝美模样 根本就是炫妻魔人 据三立娱乐报道 黄品源的前妻是前少女团体成员密儿乌若萍 两人育有一对子女 17年婚姻在2013年画下据点 虽然中间一度传出复合消息 两人还被拍到在大街上永吻 当时黄品源解释 你要一张只得证明比较重要 还是责任比较重要 原以为有望再续前缘 最终人是各奔东西 黄品源的二婚妻子 是一名俄罗斯美女钢琴家 曾发行过演奏专辑 也得过许多国际比赛奖项 曾受邀至美国卡内基音乐厅演出 拥有不小名气 黄品源本想低调结婚 没料到收到雪片般的祝福 便在妻子同意下公开 她甜蜜表示 遇到了想要一起走下去的人 在人生这样的阶段 还能得到珍贵的幸福 以后我们会一起面对生活中所有事 今年三月 黄品源在北京举办婚礼 妻子一连换了两套礼服 分别是仙气飘飘的白纱 以及身体亮片贴身礼服 精致的脸蛋和出众的气质 让她宛如真人版洋娃娃 黄品源为老婆高歌 你不会再孤单小微 并把歌词中的小微改成爱玲 两人还在台上一起演奏 黄品源弹吉他 老婆则演奏钢琴 琴色和名的模样令人羡慕 近日迎来56岁生日 黄品源一连公开多张婚礼照 并介绍妻子是拥有博士学位的钢琴家 也感谢兄弟任贤其或尊前来献议 他向妻子告白 新婚也像是我的重生之日 谢谢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将守护这珍贵的幸福 张秀卿抢先祝贺 白头偕老幸福美满 其他网友也道 新婚愉快 恭喜恭喜 家人配才子 俊男配美女 生日加喜事 双喜临门